念佛次第为 效养父母 尊师重道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念佛是成佛最方便的法门 除了念佛首先要修三种福业 而三种福业第一条是 效养父母 侍奉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念佛的次第 第一条 第一句 效养父母 你想念佛求往生快速成佛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 效养父母 第一条 第二句 就是 奉师书定 一定要尊师重道 再来 第一条 第三句 主心不杀 念佛的人 这世 你有决心要出离 三种福业 没想到七种福业 没想到求不得的苦 没想到生老病死苦 你念佛 你要有祝福心 你对所有众生 爱依祝福为金本出发点 没想以利益出发点 另外第一条的第四句 就是 修食善业 佛说 观无量寿经 鼓励所有的人 应该要效养父母 尊敬师长 持心不杀 不杀生就是慈悲心 大圣菩萨最重要的就是慈悲 修食善业是人天的善法 可以得人天福报 史上新闻 黄慧如 肖瑞丰 高雄采访报道